大家看到台中市的這場千萬超跑車主的大會是呢 開來的又酷又軒的超跑集結在一起呢 引擎聲是轟隆隆隆 但是沒有想到事實上呢 這一群呢已經擁有千萬超跑的車主呢 他們的朋友呢還是有個夢想喔 有了千萬超跑當然就想買億萬元的超跑 但是真的億萬真的買不起了 因此呢他們乾脆砸30萬的買了這個5比1的超跑的模型 但是沒有想到 光是這個小小的5比1的模型就要30萬呢 等同可以買了5 6台的125機車 甚至還可以買一台呢 這個車齡在5年以內的中古車的 但是呢他們的億萬元的這個超跑夢想呢 想要完成就先從30萬的模型開始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實車的話全台 全球的話限量大概只有十幾二十台 它的價值它不輸一般的國產車 事實上令人好奇的是呢 已經擁有千萬級的超跑在路上真正可以開了 但是這一群的車主呢 竟然還有另外的夢想 是買了上億元的超跑 但是呢這個同型號超跑的真車的話呢 全世界是不到十幾二十台 同時呢還得要經過原廠認證的才有資格買 並不是你有上億元就可以買了 因此呢他們呢就砸了30萬來買這個模型 擺在這邊呢平常欣賞也相當的過癮 真是呢金字塔頂端的生活呢 讓一般的老百姓呢真的是難以想像了 就播 因為價值得很空 但是送給我一起來 如果是要買得到的話 就跟我們有點沙漫 全部看不到 最好 蝙蝠 要不再介紹 牽著